96年义庄毁容案震惊全国 上海女老师杨玉霞将农硫酸泼向9岁学生及其家长 偏执疯狂令人难以想象 我真的没有想到农坡会有那么大的威力 给他们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四面八方赶来的居民围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门口 上海电视台派出专车 对这场案件全程转播 法官认定杨玉霞捕杀不足以拼民分 捕杀不足以警示示人 三个月后 杨玉霞本人被执行枪决 究竟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能让法官如此义愤填膺 杨玉霞出生在工人家庭 上海巷弄众多 罪意滋掌流言 嘴碎的母亲常常将家里的琐事四处宣扬 杨玉霞就在邻居和母亲的调校中长大 性格孤僻异怒 高中毕业 杨玉霞进入考路一家师范院校 师范毕业 杨玉霞被分配到杨谷区开卤路第一小学 成立一名小学老师 由于他说话轻声细语 党向温和柔顺 很快得到小朋友信任 同样 也有许多同事 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老师 工作不久 杨玉霞就结识了自己的初恋男友 杨玉霞认为对方可以托付终身 很快就以身相训 然而对方却是个花花公子 海誓山盲犹在耳畔 就一开始另一行欢 杨玉霞怒火中烧 一脚踹开男友家门 防火烧了他的家用电器 两人一番激烈的争论后 落了个不换而散 进入1991年 23岁的杨玉霞面临着家人的催婚 母亲的话语如鸽子一般 在各个巷弄间穿行 杨玉霞顿感头疼 随便找了大学毕业的李春生 谈了半年后草草结婚 感情基础并不牢固 婚后生活可想而知 尝尝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能点燃两人的怒火 互相指责乃至大大出手 使两人婚后生活的主要内容 这一切到杨玉霞怀孕 才有所好转 然而孩子是个女儿 丈夫重男轻女 两人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 夫妻关系可谓名存失望 李春荣骂人毫不客气 杨玉霞说不过 恋回娘家赌气 他本想得到母亲支持 却不想母亲将两人的矛盾 全部抖出去 让他成了邻居茶余饭后的笑料 杨玉霞哭诉无门 就在他无助的时候 一个人将他从婚姻的失落中 拉了出来 这个人是杨玉霞的邻居 40岁的徐国初 徐国初下岗后担任驾驶员 生活的风霜 被他评添了两笔沧桑 杨玉霞本就对徐国初有好感 便向其倾诉家庭矛盾 徐国初家庭情况也不容乐观 想找一个人重新生活 两人一拍即合 感情不断升温 终于在一次喝酒后 开始了婚外情 28岁小学女教师 将浓硫酸泼向自己的学生 杨玉霞出轨 徐国初不久 就被丈夫李春生察觉 李春生和他大吵一架 随即找到徐国初 要求对方离妻子远一点 否则后果自负 李春生的威胁被杨玉霞得知 他索性摊牌 搬出去住了两月 这期间整日和徐国初出双入队 投入徐国初的怀抱 让他有一种抱负的快感 即反击了丈夫昔日的冷漠无情 又获得了欲望的满足 1996年5月 杨玉霞开始向校领导 透露出离婚的念头 校长找来律师 对他进行疏导 两人交流了两个小时之久 或许是婚外情对自己离婚不利 杨玉霞在离婚仪式上犹疑不定 他准备见走天风 找到徐国初 先是要徐国初弄断李春生的脚 随后更是要求徐国初弄掉这个人 听着杨玉霞的暴论 徐国初下的面如白纸 赶忙退手制止 杨玉霞又调转画风 让徐国初和妻子离婚 看一看台读 本来我是打算是跟他结婚的 就是为什么呢 杨玉霞的偏执疯狂 让徐国初想要结束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拒绝和妻子离婚 也正是从这一刻起 杨玉霞萌生了报复的念头 1996年8月 徐国初向妻子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 同时正是向杨玉霞提出分手 并拿出5000人进行补偿 杨玉霞彻底暴怒 放下狠话 半年内我还要找你的 总会有办法解决 徐国初依旧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他花300元买了个袖珍录音机 约杨玉霞到女儿班主任郭月家中商谈 杨玉霞走入方门后 他迅速按下口袋里的录音键 在这份录音中 徐国初开门见山 要杨玉霞保持理智 不要对家人下手 杨玉霞闪烁其词 徐国初便向郭月要求 除了自己 无论是谁都别让他接走女儿 这次分手谈判不欢而散 徐国初随即找到杨玉霞学校的党支部书记 公开了两人的婚外情 试图通过校方领导的施压 让杨玉霞同意结束这段纠葛 然而 徐国初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杨玉霞 他认为徐国初不仅毁了自己的家庭 还让自己湿了颜面 被校方领导约谈后 他明确警告徐国初 看好自己的家人 最好一天24小时都不要离开 1996年9月9日 杨玉霞正式展开了自己的报复计划 他以通厕所为名 向一名学生家长购买了一瓶浓度95%的硫酸 9月10日教师节 也是杨玉霞的生日 他将硫酸一分为二 混在贺卡中带回了家 李春生在他的生日显露出难得的问情 杨玉霞和一家人吃晚饭后 于第二天揣着浓硫酸 走到了徐国初女儿徐立军 旧都的银行路第一小学 为报复亲人徐国初 杨玉霞将他的女儿徐立军 诱骗到一个提前采好点的废弃工地 极紧温柔的红篇道 阿姨给你洗头 徐立军并不是第一次见到杨玉霞 没有多想便顺从地僵头低下 杨玉霞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浓硫酸 从徐立军头顶倒下 一瞬间徐立军脸上皮开肉绽 他疼得满地打滚 哭喊着想要爬里 杨玉霞心满意德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 他的报复还没有完成 骑上一旁的自行车 杨玉霞飞速去到徐立军家中 扣开房门后 将另一瓶浓硫酸 向徐立军母亲顾夏平脸上泼去 听着顾夏平凄厉的惨叫 杨玉霞头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静止去了医院 他可不是去叫救护车 而是自己的手在行凶过程中受伤 需要紧急包扎 当处理好自己的伤口 杨玉霞慢条斯理地回家 叫上家人陪同 这才去公安机关自首 被告杨玉霞 你刚才讲 这个你去这个自首 是为了救治他们 那么你为什么不再对徐立军 实施伤害以后立即去自首 而是对了第二个被害人 实施伤害以后才去自首呢 因为我当时我那时候是想 就是我想是徐国出这个人也太坏了 我还想教训徐国出 杨玉霞对自己的罪行进行遍解期间 长海急诊医院的抢救室中 徐立军还在经历着撕心裂肺的疼痛 这位九岁女孩 全身百分之二十的皮肤被烧伤 双眼哪怕进行了三次手术 也没有复明的可能 她的母亲顾夏平也有百分之七的皮肤被烧毁 顾夏平脱离生命危险后 坐在轮椅上出庭控诉 一度抑制补助自己的情绪 快走我们这样死了 你就是这样的老师说可 电视台记者拍摄了徐立军接受治疗的场面 法庭上每一个人都不忍习看 醋目惊心的惨状让杨玉霞也气不成声 当我想到孩子与我承受的痛苦 我的心碎了 我恨我自知 我恨不得我能替孩子受这份罪 徐立军 还应该不及你了 杨玉霞良好的悔过态度 让法官都有所动摇 当时处于刑法修正和严打 即将结束的特殊时期 故意伤害罪是否采用死刑 成了法官讨论的焦点 司法界进行讨论后 一直认为 杨玉霞对无辜人群下手 其中一名还是幼童 犯罪手法恶劣 一定要严惩 必须要死刑 杨玉霞或许也清楚自己的结局 在法庭上提出器官捐赠 最终杨玉霞于1996年12月10日 被执行死刑 1997年3月14日 刑法修订颁布 特别指出以残忍手段 致人重伤残疾的 可以出于死刑 杨玉霞得到了公正的制裁 但双目失明的徐秀娟 究竟该何去何从 记者数年后的辉访得知 徐秀娟一直由附近徐国主照料 当时社会捐赠给母女俩 治病的70多万善款 剩余部分仍保留在上海 长海医院财务 长海医院不放心 将捐款交给徐国出 但在徐国出照料女儿10年后 长海医院和徐国出 签订了移交捐款的协议 徐立军似乎已经放下了 对父亲的仇恨 他正在自学英语 希望以后能靠网络授课 自食其理 爱总总是要比何 希望是就是犯爱的 类似于像杨玉霞这样的案子 如果发生在今天 作为我一个公寿人来说 我还是建议要延长